自从M503事件之后 两岸陷入了一个所谓的一个抵挡 其实我觉得两岸其实应该要利用 这一次的一个花莲大地震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来去让两岸有一个协商的 出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协商的一个管道 首先我觉得非常的一个可惜 因为那个在那个花莲大地震发生的一个时候 日本跟中国大陆同时都有提出 就是希望来派救援队来 来花莲来协助台湾 但是呢那个很可惜的就是 我们拒绝了在台湾这方面 接受了日本 但是拒绝了中国大陆 那当然表面上的一个理由 都是说日本是具有高感度的一个探测器 但是我觉得如果当时 能够接受中国大陆的一个救援队 可以可以试说是什么 两岸之间呢 在这个地震当中呢 伸出了一个友谊的一个手 那当时呢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拒绝 我觉得是两岸之间呢 措施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南北韩呢 都可以利用平昌奥运 来去搭起友谊的一个桥梁 为何两岸之间不能利用 这样子的一个花莲大地震 来去重启这样子的一个对话的一个 重启这样子的一个对话的一个管道 所以呢 我觉得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现在的一个整个花莲大地震当中 还有两句的一个遗体 还没有 而且都是来自大陆的一个路客 对我相信呢 接下来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击败的一个过程 我相信中国大陆那边的台办 应该我会派人过来 我相信呢 在整个后续的一个赔偿等等 两岸之间还是要什么 还是必须要来进行所谓的一个协商 但是我希望这一次的一个协商呢 能够让两岸断了非常久的一个线 能够重新在什么 重新在这场线